亲爱的如何去爱 想冲破阻碍 这程序怎么更改 无意的伤害 停止令安排 我可以删除 这几重都再来 等待却停了命运的 安排 从前的自己已不在 时间走得太快 不亦例外 谁都逃不开 亲爱的如何去爱 想冲破阻碍 这程序怎么更改 这程序怎么更改 Zither Harp 你又梦游到我房间来 你把人家心脏病都吓出来了 我这酒还没醒呢 着了吧 着什么 昨晚上哪儿去了 都干什么了 别提昨晚 一大早不要说这么不开心的话题 就当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昨晚送你回来那帅哥 他还把我当成你解了 这事你都不记得了 年轻帅哥 我怎么不记得 你别装傻了 都送到家门口了 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啊 你疯了吧 那就是一专车司机 不可能 专车司机穿那么好的西服 他也长一双 逆天的大长腿 还长得像男模 你太孤陋寡闻了 现在好多专车司机 都是富豪闲着 没事干出来赚外快的 很正常啊 正常吗 反正那司机跟我没什么关系 真是该来的不来 不该来的像透心 来 谁该来 反正现在都来不了了 你刚刚说那专车司机 大长腿 有多长 大帅哥 有多帅 宝宝啊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忘了忘了 我跟你说 你要上班回去 有点小脾气 也不跑步了 那都被甩了 好 早 早 昨天 恢复得还好吧 挺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昨天 上班在医院 没出现什么情况吧 我感觉我的身体 有很多意外的反应 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去控制 我似乎也发现 我的力量和速度高于正常人 而且我也发现 我的视力和听力 会有所提升 对对对 这是正常的 随着你的身体的逐渐恢复 你的这种能力还会加强 这种能力是那种 我们正常人体会不到的 那些人体会有的 还有什么 其实我们是一种 非常好 有味道的 就是我们的 还有什么 这种能力 大一样 你会在后面 在后面 就会在后面 你会在后面 你会在后面 然后你会在后面 我记得我喝的 好像是不含酒精成分的 其实你的身体 比较特殊 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所以反应比较敏感 怪不得 莫白 其实 爸爸真的是希望你能 早日融入到 真正人的生活 不过 酒精对你来说还是很危险 以后要当心 放心吧 好 知道吗 你这样无法 没 没什么 刚才看你做饭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你妈妈 以前也是这样 她总是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的 不过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关心过 总还有一些很自然 她负责做 我就负责吃 后来妈妈生病了 她不想让你知道 还是坚持做饭给你吃 她一定是很怨我 老公 来 老伟 白薇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我来不及了 我先上班一会儿啊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李星星 大夫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就别再隐瞒我了 我还能陪我丈夫 跟孩子多久 好吧 你的病恐怕 最多半年 你要做我心理准备 来 大夫 那这件事情 先不要告诉他们好吗 谢谢 妈妈 我 在记忆中 她并没有不开心 她一直说喜欢做饭给我们吃 而且愿意看着我们吃完 她说家 就是所有的食物 混在一起的味道 能给家人做饭 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可以说她说的这种味道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珍惜过 你 是在难过吗 妈 我有个问题 如果技术允许 你可以再制造一个仿生机器人 你会把妈妈制作出来吗 我不知道 其实你的存在 是出于一个意外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把你制造出来 是对还是错 再造出一个新的机器人 我没有这个勇气 明白 爸 您印象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自从改造了我 变得多重善感了 不过您的决定是明智的 如果没有我 就没有你现在吃的 算明智了 对吧 是是是 爸 我去上班了 莫白 今天上班 还是要当心点 虽然说我改造了 你的智脑电量 但是 还是存在着很多风险 尤其是电磁干扰 还有 酒精 放心 三片汁真好吃 以后你天天给我做吧 我不喜欢做饭 你太不了解你儿子了 再见 爸 自从 你吃饭 你快吃饭 你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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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鸡 我今天在家吃过了 你今天早上没有去跑步啊 你的追踪有漏洞 每周我跑步五天 休息两天 谢谢你的咖啡 我去上班了 林莫白 你为什么不问我 昨天什么时候从你酒吧走的 为什么不问问我一个人怎么回了家 为什么不问问我 有没有遇到危险 你看上去 也不像有危险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 你也不能大半夜 你也把我一个人扔在酒吧 一个人 我昨晚喝多了 只记得我去了洗手间 其他都不记得 林莫白 那你从晚一滴酒都没喝你就断片了 就算你要拒绝我 也要有个技术含量的理由吧 最基本的礼节呢 对不起 我真的不记得 而且我没有承诺过要送你回家 好 我知道了 我告诉你 我要是再主动来找你 我就是个狗 当 再见 我告诉你 再也不要见了 第一定位警告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 或者目睹人类个体身处危险 而袖手旁观 等等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 我是不是伤害到你了 你有病啊 你精神分裂 我怎么做才能不伤害你 你告诉我 等我想想 想好了 告诉你 理许说 你是不是伤害你啊 你是不是伤害你啊 你怎么看 我这么看 我还是说什么 你是不是伤害你啊 你是不是的 你是不是伤害你啊 我现在就还不够的 我现在说了 你是不是伤害你啊 你是不是伤害你啊 我们俩先走了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说说说说说 后来 后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断片了 我喝醉了 我就先走了 你没送他回家 也太不绅士了 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女孩子 一个人扔到酒吧里呢 莫白你这脑子想什么呢 我们大伙一块出去玩去 你男生本来就有照顾 你生的义务 你说他一女孩子 喝多了在酒吧 你也不送一下 脑子是不是坏了呀 是 你说这林莫白 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要不就是取向出问题了 我觉得 高严这男生都不太靠谱 既不联想也不惜玉 要是真有这么一小姑娘 天天屁尖屁尖地跟在我屁股后边 我早就乐疯了 上班 加上班 都很想要是不容易的 但是很有阮子 这两个人 我最爱的 你还没有 那种软件 你还有 我 他 你国家 特别人 你 一种软件 很软件 这个 重要性 你 你干什么呀你 脸戳成这样 掉厕所了你 失恋 那个林医生吗 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不是你男朋友失哪门子恋 莫言 喂 请问那位 喂 乔先生啊 我是新网络的记者 薇薇啊 对 我们约好今天下午的访谈 你还记得吗 不好意思 今天有安排了 乔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呢 有一个 90后新秀设计师的访谈系列 只需要振用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了 咱们之前不都约好了吗 谁跟你说好的 你找谁去 还有我不管你从哪儿拿到我的联系方式 今后所有有关采访事宜 请跟我秘书联系 谢谢 乔先生 乔 乔 你那篇冬季美食地图的稿子 写完了没 没有 还没写完 不是美食地图 就是独具老人防骗攻略 要么就是某某公园书要又黄了又落了 要不然就是某某广场舞团PK赛 我觉得我已经不能着气狗魔了 谁让那位积极向上的微微同学啊 把所有的好的选题都拿走了 那剩给我们的 那只能是那些又繁琐又无聊的课题了 你后面的采访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还是继续美食地图 你说我上一篇写减肥攻略 下一篇写美食地图 我是不是分裂啊 你不做这些啊 也够分裂的 你怎么了 原本约好的珠宝设计师的采访 黄了吗 什么设计师啊 很有名吗 乔可明啊 不是吧 孟严 现在最火的一个模特 海灵的绯闻男友啊 据说是最年轻 最有颜值的珠宝设计师 你没听说过呀 你之前不是做过功课吗 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 维维 你今天打扮得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你还画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么亮的一个口红 有吗 我就随便换了一个风格而已 对了 大罗哥 那个下午有海灵的采访 要不你去拍吧 我先走了 拜拜啊 拜拜 我 我 我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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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太好了吧 把当活模特的采访都让给我了 我得好好去准备一下啊 啊 乔巴你急的 我每天写着金猫蒜皮 你倒开始活着生香了啊 这个人啊 乔可明啊 就是刚刚啊 拒绝巍巍的那个设计师 海灵啊 一直都是她新款珠宝的专属代言人 这个人看着有点眼熟啊 海灵的绯闻难有嘛 最近啊 关注注的确不少 我觉得我在哪儿见过她 我想起来了 她特别像昨天晚上送我回家那个专车司机 呦 你没睡醒吧 人家怎么可能是专车司机呢 肯定是认错了 最近工作太多 脑子都乱了 可能啊 是恋爱刺激 你再说 都记得是地图了 大红的宝珠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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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你怎么摔在这儿了 没事吧 你家里人呢 这么大年纪 怎么一个人出来呀 这么大年纪你敢扶 你怕人家恶你啊 就是 现在这个破产 这事可多了 过一下过一下 奶奶 你没事吧 摔着哪儿了 您别害怕 我是新闻网的记者 我叫蒋孟严 疼 腰也有点疼 这都摔破了 您家人呢 您一个人来的吗 不知道 我有点糊涂 那这样吧 我先送您去医院 然后再联系您家人 小姑娘 这老人家说话不清不楚的 要不你录一个视频 万一人家讹您 你好有个证据 就是啊 这视频嘛 没关系 奶奶 行 那我帮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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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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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很快就到医院了啊 奶奶 您好好想想 您家人的联系方式 呃 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帮您联系他们 我也记不清了 哦 对了 我有个孙子 他很乖 那他叫什么 他电话号码是多少 叫什么来着 那个 您平时 都怎么叫他呀 您要是想他了 怎么联系他 想起来了 太好了 他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叫什么 他叫明明 好疼呐 好疼呐 奶奶 您别担心 马上带您去看啊 您好 您好 请问一下 挂号在哪儿啊 在那边 对了 推荐您使用 No-K-RTP 专业 电级 服用 谢谢啊 奶奶 走 您好 您好 我疼 这种状态有没有好 您别着急啊 咱排队 疼 我帮您尝一下 不好意思啊 您让这奶奶先忙 谢谢啊 您好 不好意思 让这奶奶先 谢谢 谢谢 疼 您好 让这奶奶先忙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您好 报个虎课 好的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然后填写病人相关信息 好 奶奶您把身份证拿出来 然后您叫什么名呢 我不记得了 您叫什么也不记得了 那您身份证带了吗 麻烦快点 好好一点 好吗 我们赶紧别的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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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您好好想想 您叫什么名字 医生不管我了 医生不会不管您的 腰也疼哪 您别着急啊 我想想办法 好 她怎么了 你来得正好 这个奶奶摔了一跤 然后她神志不清 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我挂不了号 摔到哪儿了 疼 可能是挫伤了吧 你好 拿个轮椅过来 好 先扶奶奶起来吧 谢谢 没事 命令 那医生 是这医院的医院长吗 不是 他就是 在这个医院上班的 男朋友 现在还不是 别担心 我孙子呀 他很帅 如果那个医生不喜欢你呀 就做我孙子女朋友吧 带奶奶拍片子去吧 谢谢 麻烦你了 今天早上的事情 您还生气吗 你觉得呢 拍片子从电梯上三楼就到了 我还有别的病人要照看 我先走了 好 小伙子 你眼神不太好吧 这么好的姑娘 你都不喜欢 就是眼神不好 我看你 你该去看眼科了 我可什么都没说呀 检查的怎么样了 检查的怎么样了 刚刚拍了片子没有骨折 现在在等待CT结果 放心吧 应该没什么大碍 可是这个奶奶什么都不记得 我比较着急 怎么样能找到她的家人 刚刚用微博帮她发了一个 寻人启事 可是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如果一会儿还是没消息的话 我陪你们去派出所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心了 你早上不是说我没有礼节 不想再见到我吗 当然了 昨晚的事本来就是你不对 昨天晚上实在有些情况 身不由己 我再次请你原谅 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 看在你将功折罪的份上 我就勉强接受你的道歉 刚刚听小故事说 你做了一台很有难度的手术 你说要观察的 就是那个病人吧 是啊 她是个孕妇 主动脉瘤破裂非常危险 家人已经签字说要放弃孩子了 可是后来手术成功了 孩子也保住了 所以说 你们今天就有两条人命 很有成就感吧 特别开心 跟你相比 我的工作简直不值一提 每一份平凡的工作 都有它伟大的意义 还是不一样 你多幸福啊 你每天做的 都是你真正想做的事 而我每天采访的新闻 不是什么鸡毛蒜皮 就是邻里纠纷 家长里短 真正好的选题 根本都轮不到我 那你想做什么 说出来你会嘲笑我 不会 你发誓 我从不发誓 但我说话算话 我真正想做的是纪录片 真实客观 反映当下社会的纪录片 你说了你不会嘲笑我的 反正这个理想离我很远 大家都觉得我是在空想 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每一份理想 都值得被尊敬 停 我宁愿替你挤兑我 也不想你给我管鸡汤 怎么了 你要是早对我这么笑一笑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太平洋 孤岛 或者热大雨林 我都不会生气 喂 喂 你好 你刚才在微博上发布的照片 是我的家人 别紧张 没什么大事 刚刚医生已经拍过片子了 没有什么问题 尽快过来吧 好 找到家属了 奶奶 刚刚医生说 您跨骨有轻垫的损伤 所以要坐一段时间的轮椅 您回家以后啊 千万不要站起来走动 记住了吗 算了 我还是等会儿跟您孙子说吧 我孙子特别乖 长得又帅 和你一样 是个好孩子 奶奶 我来了 我跌倒了 好疼 奶奶 不害怕 不好意思 是你啊 你是那个 你认识我 刚才就是他帮我的 你们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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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了 奶奶的手磋伤了 所以这几天注意伤口不要沾水 还有他的胯骨也有轻微的损伤 所以要坐一段时间的轮椅 本来医生说 今天最好做个全面检查的 但是有几个项目今天做不了 所以明天你们还要再来一下 谢谢你啊 我奶奶是阿尔兹海默症 今天早上在公园走散了 事件还真小啊 幸亏遇见了你 我 我是今天早上看到过你的照片 然后你还拒绝了我同事的专访 不过 好像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你是要约我的专访吧 你怎么知道 随时都可以 谢谢 我是新闻网的蒋孟严 我知道 我们等了这么久 怎么我孙子还不过来呢 奶奶 他不就是您孙子吗 奶奶您又忘了 我不就是您孙子吗 是吗 不是吗 看着有点像 又不像 我奶奶就是这样的 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 我先回家 好 赶快送奶奶回家吧 我来吧 咱们走了 奶奶回来了 奶奶是怎么了 严重吗 检查过了 不用担心 洪姐 这位是孟严 是她送奶奶去医院的 洪姐好 你好 孟严小姐 真是谢谢你 你叫我孟严就行了 好的 孟严 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 好了 洪姐 送奶奶进去吧 行行行 我来 来 请进 你随便坐一下 我去看看奶奶 好 这个照片里的是 奶奶年轻的时候 是著名的昆去演员 真好看 这是我爸妈 常年定居在国外 奶奶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去 所以我才要留在国内陪她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把录音笔拿出来 把你说的字数录下来 我说了 对你随时可以约专访 那这招呢 海灵 你应该认识她 当然了 她这么活 你们俩 她总是有办法 哄奶奶开心 每次她一来 奶奶就能乐很久 那她应该就是 奶奶心中的孙媳妇了吧 你一个正规的新闻网记者 怎么也八卦起来了 我有时不在国内 她会抽空过来陪奶奶 我很感激她 但是我们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这种官方通稿 说得倒是挺溜 事实 你不用紧张 我不会乱写的 孟媳妇 今天谢谢你照顾奶奶 别这么说 你说那么多遍 我都不好意思了 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吓着了 也累了 刚安顿她躺下 就睡着了 那我先送孟媳妇回去 你好好照顾奶奶 好 孟媳 有时间经常过来玩啊 好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 别客气 走了 拜拜 谢谢你啊 你都没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昨晚在酒吧 你可是全场焦点啊 令人难忘 是你啊 你终于想起来了 你当时还 天呐 你不用尴尬 那种场合呢 有些行为谁也不会记得 今天他们在办公室 还讨论你呢 没想到像你这么有名的人 昨天跟我还有那样的一个交集 我竟然没有把握住 不然 不然你要怎么样 不然我就可以约你的专访了 我就可以打一个翻身仗了 我的价值 就只是一个专访吗 不然呢 等一下 不对啊 酒吧 这也不能解释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地址啊 你忘了那个送你上楼的 专车司机了吗 原来你真是那个 专车司机 是你上错了车 我只能将错就错送你回家 不过幸亏有了我昨天的善举 才换来了今天你帮助我奶奶的回报 不好意思 我昨天真的是喝大了 真的不好意思 谢谢你送我回家 谢谢你送我回家 专访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嗯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问 昨晚在酒吧里告白的那个人 后来他答应你了吗 行 有答案了 改天请你吃饭 特别感谢你今天照顾我奶奶 吃饭就不用了 我们还没收到一起吃饭的地步 你还真是直接啊 蒋梦言 我都开始期待你对我的专访了 我等你电话 博士 袜子别忘了带 爸 要出去 对 公司让我到美国的技术中心 去出趟差 是为了那个智能声控系统吧 对 就是为了前期的那些研究 做一些最后的调试 大概要一周左右吧 虽然说 只有一个星期 但是 我真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呀 没事吧 不用担心 莫白啊 这几天一切行动一定要小心 按时充电 千万要远离那些可能的电子区 不过这次出差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正好我有一个人工智能专家的朋友 也在美国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跟他交流交流 看看怎么样能够把你的这个身体机能 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 对 好 这个手环一定要天天戴 这样啊 我就能够随时知道你的位置 放心吧 爸 好好好 放心 我放心 小七 小七 哥哥 我就交给你了啊 好的 博士 那行 莫贝 祝你一切顺利啊 爸 也祝你一切顺利 哦 对对对 一切都会顺利的 喂 哪位啊 哎 你好 孟严妈 我是照顾琴奶奶的红姐 你还记得我吗 红姐 是奶奶出什么事了吗 哦 是这样的 奶奶今天不是要去医院检查吗 乔先生又不在 奶奶就一直吵着要你陪她去 真是不好意思 那你现在有空吗 哦 哦 没关系 我先送奶奶去医院 然后再去伤疤 哎 好的 好的 那太谢谢你了 孟严 不客气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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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你有点小情绪啊 小情绪 情绪大了 时间也太长了 哎 在飞机上 哎 就这么小小的空间 还为这么一个东西 十二个小时 去那么一个国家 没有任何枪支管制啊 犯罪率在八点二的国家 带上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是什么概念啊 那就是七天 一百六十八个小时 一万零八十分钟 那 这跟草菁人面有什么区别 我情愿 我当然情愿了 哎哟 主要是 这个项目呢 一直是你主导 你要是不到场 美国实验室那边 根本就搞不定了 工作工作 我一辈子都在工作 现在 我最关心的倒不是工作 而是莫白 哎哟 我真想跟莫白 多待一些时间 跟他重建父子关系 哎哟 什么情况啊 你们俩和好了 恭喜你啊 有什么可公私的 毕竟是父子嘛 哎 不过我跟你说啊 最近他好像 也是意识到这一点了 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 好啊 骨肉相连啊 孩子长大了 步入社会 更懂得理解父母了 对对对 哎 这 我记得你说过 你也有一个女儿 大学毕业了 正在实习 对 是 实习记者 嗯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啊 女人天生就是正式动物 那 那你跟你的女儿 关系怎么样 我们 对啊 我们可好了 情投姐妹 不过有时候 她嫌我啰嗦 我话不谈 我为什么应该把她的话 调试再多一点 调 调整什么 说什么呢 啊 是吧 我 我 我 在天空进去 我走 或者 说什么呢 我 比如说什么呢 我 觉得 我 我 我 在天空进去 你 胡 有 我 我 你 我 我刚刚 说出口 突然停在半空中 你无动于衷 心还曾留一丝感受 手这一点就能牵住你的手 穿过头你冷落的面孔 一眼预知了寒冬 爱绕了石仇 当时间都停止 停住这悲伤的姿势 别让你在我视线里消失 没有人能感知 即将发生的故事 这幻想足以为止 当时间都停止 是证明回忆的真实 离别也许是相爱的真实 离别也许是相爱的真实 只能做生可惜 也许从头会忘记 我至少曾经对你 当时间都停止 最证明回忆的真实 离别也许是相爱的真实 离别也许是相爱的真实 不许是相爱的真实 对不许是相爱的那些真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